趕到窗戶現場一看不得了 滿地機車碎片騎士光著腳 卡在車底動也不動 現場我有那個機車 與計程車的方向三角 我目前機車的騎士 卡在那個計程車下方 緊急拿來千斤頂搶救 消防員七手八腳 要把人拖出來 有卡住嗎 還有意識嗎 沒有 沒有 騎士朋友站在一旁 焦急的不得了 多希望一切只是一場噩夢 近來近年月二次的車子車 目前回程都卡了 他可能想說建車會浪一下 他就直接過去 就計程車就直接回轉 我覺得計程車是一個感覺 感覺就想要跑的感覺 騎士送醫後還是回天乏術 肇事的無心問獎 手撐著駕駛座車門 雙腿發軟 滿有回總過來 但是我問獎過在那邊 他跑得好快 所以那我是錯了 他又沒辦法 當時小龍問獎接到通知 要到板橋中山路二段載客 疑似因為路況不熟提早回轉 但一轉過去就發現過頭了 立刻要進行第二次違規回轉 沒想到意外撞上執行其事 還原現場狀況 原來深夜十二點多 兩輛機車呼嘯而過 其中一輛長按喇叭提醒 但計程車還是違規回轉 死者剎車不及高速撞上 就是要去找那個轎車的乘客 那因為走錯路兩次回轉 死者將信其事才二十歲 跟朋友約吃宵夜 卻遇上違規回轉的問獎 這一狀斷送寶貴生命 家屬崩潰痛哭無法接受 死者被撞碎的車上 還掛著交通安全的護身符 在此刻格外令人心痛 記者新北市綜合報導